4月26日,湖北首次无现有确诊和疑似病例报告。 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降至100例以下。 境外输入病例,治愈出院超过1000例。 疫情防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。 尚在医学观察,无症状感染者仍有近千例。 要扩大检测范围,做到重点人群应检尽检。